今天要讀那女孩对我说 对的人 我现在要讀的第一章 对的人是一份平静已有和乱的陪伴 从容不迫地分享彼此的日常 没有提心吊胆,没有等不到的晚安 合适的伴侣从来都不是令你拼命追降 高冬雨,你在写什么?让我看看 喂,高冬雨 高冬雨 你过来床上面 就算了,在书桌旁边 赖在床上打哭怒的那位男朋友 叫了我的名字 不停吵着想看我的日记 但是在说完之后就睡了 她戴着耳机 而我都没听过筆继续写着 写在2020年11月10号的日记 日记? 嗯,我觉得刺心愿多些 题目是 我想嫁到好像她这样 她在25岁结婚 她在25岁结婚 生了一个小朋友 男方呢 就心疼她 欲身之苦 叫她专心安阳 她在25岁结婚 生了一个小朋友 男方呢 就很心疼她 欲身之苦 叫她专心安阳 顾家 让她呢 专心成为 男方 哎,做完事 很累的一天之后 可以安放的温床 一生练习 如何向外 如何成为温暖的人 她的男人 只是在社会 拼力一搏 搏一份 可以足以安家的事业 而在夜回家也好 家里总会 穿着一盏灯 等着她回来 在夜晚呢 回来之后 老婆再累 都会想落床 为她加热一些菜 她要她的男人 安心去闯荡 无论几时 家里永远都等着她 我想嫁得很像她那样 她 是我最幸福的妈妈 心爱着 将她 重成小女孩的爸爸 爸爸在结婚二十周年时 说 家庭主婦被外出外 上班更加辛苦 不应该没有回报 于是呢 将家屋 买了 写 妈妈的名字 在家屋里 多谢妈妈二十年来的 新奴 两个人成为彼此的全世界 你为我拼命 我就为你温暖 我们成为了 再都分不开的生命共同体 笑了就 嗯 不行的了 时间 证明我嫁了给爱情 亦都证实了 你非我不可的决心 我想 我希望 我嫁到好像她那样 桌上的 智障型手机 Sony K5501 唉 珍珠白的机身 已经破够不堪 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 人类呢 已经不会再用这些 传统的手机打电话 旧式的手机 已经被人淘汰了 但是呢 我们两个呢 弹中都会 用去播些MPV的音乐 算得是我们十年前的定情曲 那里是对我说 手机抗音 音质不清晰的歌声 绕着 写着日记的我 和 在我旁边 睡着的你 我用黑笔 在你的手臂上 写了 嗯 写什么呢 嗯 还是不要 画画 就画一朵 落雨的云 嗯 嗯 挺好 画多 一粒 太阳 嗯 雨云是我的光名 高冬雨 太阳是你 黄雨羊 不尖刺醒了你 你望了一望我画的画 半睡半醒的东张西望 我 用了一个很容易画的眼神 然后 你笑了出来 再看着窗外 嗯 寒冬阴天 唉 已经很晚了 你叫我回 唉 已经很晚了 你叫我早点回家 我们通常只有一个月才见一次 一次的车程呢 来回都要三个小时 如果太早就的话 相处的时间都不够 你事业不可繁忙 通常呢 我只可以和手机拍拖 今天难得 可以实体拍拖 当然要留在这里久一点 你把我的日记抢了去看 我说 唉 我不想让你看 你说 在你本笔记簿上写的事 为什么 你不可以看 唉 这是你的地盘 你造的屋 你的黑板 你的notebook 于是 我只好 给你 任意看我的心境 啊 什么 你又想嫁给我 羽羊伸手 摸乱我 及肩的长发 笑得很灿烂 眼睛呢 咪咪笑 啊 嘴唇很空 牙齿都很白 我拔开你的手 伸出我的左手 模仿你 在这里 搓你你的头发 但是呢 你是平头 完全都不受影响的 你说这个发型是因为方便 省时间 令到你可以专注于工作 自己煎头发 省钱 啊 你很过敏啊 你一把捉住我的手 才发现 我很白的皮肤 的手 啊 是啊 又发肿 又发红 我 每次 蓋上你的毛毡 其实我都觉得 周深痕 但是回到家后 自然就没事了 我 我没事啊 我忍一下 回家后 我就会好了 对了,再过多几天,就是你很多年前,说好,说那一天,要跟我求婚的日子,如果表现不好的话,我不会答应的,知道吗? 看着她的时候,我双眼装满期待,修飞的面孔,因为期待,以面孔起力,你没复我,你抢走我的日记,全身背向我,你抖低头,好像看着我写的东西, 后来,沉默的空气里面,你用棉皮,把自己按住,你在棉皮里面安静了很久,我叫你,你没回答我,而我孤独地坐在书桌前面,怀疑人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 你躲在皮斗里面,发什么嘔斗呢? 这个,这么犹豫不定的男人,我还能嫁给他呢? 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你,嗯,焗在棉皮里面说,我这一生,只得你了,还有什么,你是担心的? 宝贝,你放心吧,我会很努力,很努力 你分开棉皮,将笔记簿上,将我拉入怀里,揉了一揉我的手 然后,你说,如果会冷的话,就会在你胸口前面,脆暖,刚刚睡醒的你,个身,暖粒粒,就好像冬天里面的暖羊 我敢昆滑,被预过的一个身体 一颗塞暖,黄羊啊!你睡觉那些?流淋一些口水啊! 就像我一颚螳!你不要碰我子啊!好噩溃啊! 你特地用濕了的棉皮,在这面很盯啊,我们一如既旺地 在床上打打鬧鬧 雖然口衰很噁心 你好幼稚 但是我偏偏 就喜歡跟你黏在一起 你跟我同款的Sony K5501 手機 都放在枕頭邊 十年前的舊手機 我們留住的唯一理由 只是因為 這個是當初看到的定情信物 我們的商戀 是因為那部手機 那是一份回憶 而不是一份文 房裏中古的冷氣機 已經壞了 它的暖氣 都開始喊喊喊喊 嗯 看來就是壞了 雙人床 啊 窗簾般的衣櫃 搞到脫皮的木書桌 一個生瘦的小鐵窗 五平的小房間 剛剛出社會 紫色其力的少年 在都市裡面 拼搏真的不容易 衣架上面 掛著我昂貴的大長衣 和屋裡的廉價氣質 產生了很巨大的反差 我摸在你的懷裡 身穿質地細緻的羊毛衣 但是就蓋著你 粗糙的毛衣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毛衣 好粗糙啊 其實我刮到手 嗯 其實 總折滿了塵埃 令到我過敏 但是 一個月 看到過一次 偶爾 偶爾體驗一下 這種生活 都可以忍受的 我的忍受 不算得上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看到你 總是 拼命地實現自己 令到很崇拜 那我到時 都要 見下你爸爸媽媽一個 我未來的 公公爸爸 我試探性地問著問 而你一而寄往 一刻回絕 不用啊 不用擔心這件事 你知道 我不喜歡跟你說家人的了 你的手臂肌肉線條分明 扣住我 瘟疫的體溫 把我包著 一食 一食以來 家人 父母等等 都是你的地雷區 那 那 那 你的朋友呢 你 什麼時候想介紹給我 你的公式 為何你整天都要弄得這麼複雜 唉 愛情是兩個人的事 越簡單越純粹越好 我不需要特地和愛人暴避 你以前不是這樣想嗎 你這樣回問我 你覺得沒錯 你覺得沒錯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共識 你練了一年我的臉 叫我放鬆點 我把我的臉 貼近你的胸口 呼吸 你身上毫無人工感 純粹 二十五歲 一個大男生的 散發的香氣 我們的戀情 從未對外人公開 現在所知的 只有我的父母 以及兩位當事人 他給我的理由是 愛情是兩個人的事 沒有需要和任何人交代 而我 都不樂意成為同學 和朋友之間的八卦 所以 我們愛得很低調 八卦可想言之 大概就是 門帝不相陪 男方愛的是女方 家裡的錢 二十五歲結婚 是不是不小心 懷人等等 嫁得太寒酸等等 我同樣 都想保護我們的感情 不想看到別人 用吃花生的眼光來審笑我們 我會不會不安 就會了 去到後來 慢慢又減少 她和我爸爸 是忘年之交 她和我爸爸是忘年之交 窗談的時候 好像親生父子 她們的交情很好 令到這段感情的安全感 慢慢上升了 我和她認識了十年 年少的時候 每天都見 嗯 成年之後 雙最少 分別 都 我們五 五年來 見面的次數 加起來 可能都不超過一百日 她的事業剛剛起步 我也要體諒她 總 總 總之 之後會結婚的 可 到時 總會每天見面的可 我說完 煙 躺在你的懷裡 很亂 很舒服 不自覺 踹起嘴 就眉 心想 這句說話 背後的委屈 她 大概不會明白 畢竟 就算不見面 你都生存得很好 對著手機拍拖 就好像滿足到你 唯有 我苦等 我可以等待 結束 長期網戀的那一天 行了 你放心 我可以給你的 我都會盡力給你 我會認真賺錢 給你好的生活 等你住好的房 冬天不會冷 夏天不會熱 令你每一年的秋天 都可以開心買新外套去過冬 在我這樣說的時候 溫柔的語氣 真的聽到很成癮 一個人 在我裏面 如果可以任性 代表對方給了他滿溫的愛 可護他 將他灌溉成天真的模樣 我喜歡和你相處的自己 可以單純賴住你 喜歡你 生氣的時候可以發脾氣 委屈的時候可以嬰嬰嬰 無盡的撒嬌 時常的陰星 我必須要大肆 曬一曬命 愛你的人 真的會令到你變得很可愛 我一直黏在你身上 因為 我一點欺負都不想有 我把我背部貼在你的前胸 嗯 下腹呢 我們就緊貼 雙腿呢 還扣著我 扣著我 不要讓我有機會 走啊 我在他 抱著我的日子裡面 耍阿嬌的日子裡面 我總是覺得 我是一個 心安 而且笑容滿日的小朋友 安全感 是你令我知道 你在乎我 就好像 比我在乎你更多 求婚日 在鬧鐘未響之前 我就睜開了眼睛 忍不住嘴角上揚 拿起手機 啊 求婚求婚 嗯 一打開手機 就是我和她的合照 一條藍色的圍巾 圍著我們兩個 見到 今天依然是陰天 好心情 就好像照亮了整個雨天 我的心 勃勃勃勃地跳 我們的求婚理念 相約在台北101的姓門口 Love那個藝術裝置那裡 我說求婚這一種 一輩子都會記住的東西 必須要選一個 永遠都會記得的地標 那裡發生 在我的劇本裡面 初次約會啊 求婚啊 告白等等 這些需要儀式感的東西 一定要選對日子 嗯 地點都很重要啊 一定要在我們 無論生存到多少歲 一想起 都可以親自到訪的地方 只是為了 可以永遠都壓著手 這樣 回去回味 這樣就可以永遠記得 最初相愛的感覺 她突然間傳了照片過來 下午一點 我的通訊軟件呢 突然有一則通知 那張照片呢 是她拍了她自己的手臂 上面有我用日記寫 還有暖滑的 嗯 嗯 咦 不是啊 等我看清楚一點 是我上次在她手臂暖滑的 太陽和雨 嗯 不是很明白她的意思 仔細一點看 這個景深以入蒙糊的背景 有很多張圖紙 其中 還有一張貼紙上面 模糊的文字寫著 初代 嗯 我寶寶是不是想念我 下午 不用回公司嗎 我想這張照片的意思 是不是覺得她想念我 信息下 兩個灰色歐歐出現 即是呢 代表信息已經傳達了 我還沒笑著這樣吹頭 然後呢 化了個淡妝 吃了個飯 和爸爸媽媽說完午安 生活在期待裡面 都數著幸福即將來臨 如是生活的每一點每一滴 都跟隨著快樂起力 以毒 旁晚再次看 灰色歐歐變成藍色 代表 她已經看了個信息 加微幅 我們都是成年人 都用各自的方式 為這種關係努力 當然 我知道 你珍惜我 就好像我珍惜你一樣 我只能安然自在 大人的戀愛 不再是每一分鐘 都要黏在一起 我休息的時候 自然就會找你 去忙屋的時候 突然沒有回覆你 你也應該放下手機 去忙你自己 兩個人 各自有自己的圈子 沒有煩躁 沒有不安 嗯 嗯 現在應該是說 下班吧 是否騎著綿羊仔 來這樣問我呢 想想想想想 不自覺地 浮出一些笑容 我們相約 嗯 下午5點 而我 短了20分鐘 其實我很緊張的 其實我很緊張的 所以我不停來會這樣 走來走去 耳機裡面呢 就在聽著 那裡是對外說 聽著 想起那一年 同樣在這裡 和你初次約會 在那個地點 也是我們當年第一次約會的地點 在那一年 都是薄薄的無語 那一年 躺在你胸口的我 心跳得很快 那一年 我也是聽著我們的定情曲 用同一部老式手機 想起那一年 心裡面 飄散著一些粉紅色的霧霾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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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那一年 一陣又一陣 不吝氣 把雨水都無所謂的 母雨飄落 那女孩對我說 說我保護她的夢 說這個世界 你得出任何不多 你得出任何不多 舊式手機 一隻單曲 循環著這首屬於我們的歌 當年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特地提早五分鐘 你在角落 相約的地標物 那一座粒的藝術裝置 周圍人來人往 那一座粒的藝術裝置 我就在這裡 想定 第一次約會 到底有什麼劇本呢 待會就會發生的了 我的戀愛 要開始了 初戀 初戀要 好緊張 好緊張 拿著見面禮物的左手 已經緊張到我開始在這裡震 不行了 要換第二隻手拿 而那份禮物呢 就是要送給你的 藍色圍巾 她好好地這樣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我還有五分鐘可以調節 這個 這麼快的心跳聲 突然 手機響起 我看到這一條石 突然 手機響起 我看到這一條信息 我提早到了 我等不及 要和你約會了 我心裏面 默默練習無數次的心跳 在這個時候 心跳 沒辦法自白 心跳很瘋狂 但是 我就害羞到 一步都踏不到出去 你等我一會兒 我 我在 旁邊 整理著心跳 不敢過去 快點來吧 你見不見到我 她 這樣說 我望向人群 人海都見不到你的身形 換氣了幾次之後 我慢慢 一步一步 去 你的面前 你在哪兒 我不敢抬起頭 躲下 打刺的我 發了 喘鬆 心跳已經大到 我自己也聽到了 突然間 在寒冷的空氣裡面 蹦 我把傘 掉了在人群裡 我臉 突然 躲進去 一個很溫暖的懷抱裡面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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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動 而且 趁著我的 那一塊臉 是 你的心跳 剛剛好碰住我 嗯 臉紅的 那塊臉 就好像是 你身體的一部分 被你包住在愛道裡面 其中一隻耳機掉了 我聽到你說 我終於都等到你了 在這一刻 屬於我們的 第一次生物接觸 我們的幸福 但真是 是 冬雨初落之時 第一次約會 就黏住 不行的 我應該要把你推開 但是 我又沉溺在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的 一個 情況 我實在沒有辦法把你推開 時間就好像靜止 你的雙臂 緊緊扣著我的 肩膀 令到我貼緊你 口實的胸膛 原來 戀愛 是這樣的 在那時候 我感受到 我這一生 第一次的 鬼凍 在這個時刻 我等著你 回憶起你 強而有力的心跳 心裡 再次揚起一片溫暖 多謝你啊 我的太陽 你總是可以照耀 一著城市的冬天 希望 未來的每一天 我都可以傾盡一切 溫柔 只是給你 一一天 你去招呼 你 在那裡 丝竹